Hello大家好,我是定居在墨尔本的生生妈妈 这是我的宝宝生生,她现在已经8个月了 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 还有一些当妈妈的心得体会 所以今天我想来补拍一下 0-3个月宝宝的必备好物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衣服方面 0-3个月的新生儿呢 他们大多数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睡觉 然后也比较少出门 更不可能说坐啊站啊跟点玩耍 所以舒服是第一重要的 那个时候生生穿的最最最多的 就是这一种叫做onesie 就是连体衣哈 然后它是包手可以包脚的 而手的部分呢平时可以放出来 然后睡觉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像小的手套一样的设计 把它给反过来就可以包住了 就很方便不需要再另外准备那个小手套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买这个onesie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上下都要有拉链的会比较好 会比较方便 平时穿的时候从上面这样开嘛 然后但是要换尿片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多 一天可能要换十次挖子的尿片 因此我们从下面再可以拉开 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换尿片 不需要就是让宝宝的肚皮啊胸口冷到了 所以这个是最实用的一件衣服 我觉得如果你只要给宝宝 就是准备很少量的衣服 因为小宝宝长得很快哈 推荐大家就使用onesie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样子的包皮衣 包皮衣指的就是下面是有开有扣的 这样子就是换尿片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除了套头的呢 也有这种侧面开扣的也非常的好用 当时生生出生的时候是8月份 所以我们最常穿的呢 就是里面一个包皮衣 然后外面加一个连体衣了 宝宝在睡觉的时候呢 不建议让他盖任何的就是被子啊 毯子因为容易不小心就是盖到自己的口鼻 那么就会容易窒息影响他的那个发育哈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选择给他穿睡袋 新生儿0到3个月的时候 特别推荐的睡袋是这种 就是投降式睡袋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袖子是小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宝宝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在子宫里的时候就很喜欢蜷缩的 那么手就容易放在自己的两侧 但是新生儿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会惊跳 在睡觉的时候容易有惊跳反应 就是手一蹬然后就把自己弄醒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投降式睡袋呢 就可以让他们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但又不会动作很大 不容易把自己弄醒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纱布巾啊 纱布巾呢 这个是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淘宝上面买的全眠食袋 好像也很多妈妈推荐过 纱布巾因为比较的柔软 所以他有的时候也可以充当这个拍革巾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给他擦拭 他的那个兔奶啊 然后或者有一些就是洗澡啊 洗脸啊 盖着自己的小肚皮啊 全都可以用 所以非常非常实用 我们家有一堆 然后一点都不嫌多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背一点 在睡眠方面呢 婴儿床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深深在零到三个月的新生儿期间 一直在睡的呢 是一个叫做co-sleeper的basinette 就是母婴同睡的小婴儿床 它其实不是完全睡在一起 它是放在了就是爸妈的大床边 但是跟我们的大床是平齐高 然后一面是就是没有栏杆的 靠在一起的 其他三面是有栏杆围住的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 可以就保证第一 婴儿可以睡得很安全 然后它也不会就是有任何的 被他人所影响的可能 然后另外也非常方便去安抚它 因为小宝宝的期间 你要经常抱过来喂奶 然后或者他睡着睡着 就会吵啊 会哭闹啊 会哼击啊 这时候你的一只手 就可以立刻过去去拍它 去摸它 安抚它 就非常方便 不需要就是每次都起身 所以这个东西特别的有用 第二部分呢 想跟大家推荐一些 关于宝宝吃的方面的东西 当然宝宝 在零到三个月的时候 是完全是喝奶的 我是给深深唇母乳会养 所以相对来说 也比较方便一点 不过还是有一些东西 是需要准备的 首先推荐的呢 就是一个泵奶器 为什么乌乳不养也还要泵奶器 是因为一开始呢 就是在你刚上完宝宝的时候 下奶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那么我们需要快速的 去建立这个奶量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一些泵奶器 去刺激它 刺激你的乳房 去快速分泌这个奶 然后另外呢 就是在一段时间过后啊 那你的奶量上来了 可是宝宝的胃还没有这么大 所以就很容易胀奶 如果搞不好的话 不及时的就是 缓解一些 排除一些的话 就容易毒奶 那乳腺炎听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好在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每次就是在 第一个月的时候吧 每次给它喝完之后 我只要感觉我的胸 还是比较的硬和胀的时候 我都会用泵奶器 去把它去泵出来一些 这样子呢 又可以去缓解我自己的不舒服 然后同时还可以储存一些 就是存奶在冰箱里头 以防就是它后面不够奶的时候 可以去加 但是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就是 就是不要过度的泵奶 因为其实这个母乳是很神奇的 它是按需供应 因此如果你泵的越多 越干净 每次都把它排空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告诉自己说 不够 你还要继续产奶 那就会越泵越多 那有的妈妈呢 就会适得其反 反而更容易得了乳腺炎 因为你来不及排空 所以只要就是泵出来一些 让你自己没有那些 就是很胀奶的痛痛啊 硬快啊就可以了 那我推荐的是这款 叫做9plus的一个 Spectra的泵奶器 它呢是双头的 我现在只连接了一边 然后它是可以充电 带出去也比较小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另外还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 叫做挤乳器 这个东西呢 它是完全不充电 它是一个硅胶的东西 然后你只要这样子吸住它 它就产生真空 然后你放到自己的 那个咪咪上面 然后松开 就可以吸住 那它什么时候用呢 它就是在宝宝 喝奶的时候 比如说宝宝在一边喝奶 那奶症来了的时候啊 就会两边同时出奶 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尴尬 就是会把衣服都弄湿 就算是用了那个液乳店 也还是就是 就是把液乳店 就是整个都弄湿了 然后所以 也很浪费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挤乳器啊 把就是多余的乳汁 把它给挤在这里 我记得就是在0到3个月的时候 刚开始奶比较多 然后生宝宝又比较 没有胃口这么大的时候啊 我每一次都可以 就是光是这种纯接的 就可以接到缓满的一罐 也还是不要浪费了 这些珍贵的母乳 当然奶瓶也是要准备的啦 我们家呢 就是从一开始 就有给它 时不时用一下奶瓶 因为有的时候是 就是top up 就是喝完了母乳之后 它如果还不够 然后我会再加一点给它 然后还有的时候呢 是就是我觉得很难胀了 所以我就提前先蹦了出来 然后它很乖又要喝了 那我就直接就给它好了 然后所以 时不时的用一下奶瓶 在辅助你的这个母乳清味的话 我觉得对它接受奶瓶 是也很有帮助的 有的宝宝一开始就纯母乳清味 到后面它想断奶 想要用奶瓶的时候 它就怎么都不喝 然后也比较麻烦一点 那从一开始接受奶瓶呢 就发现它没有太挑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奶瓶 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好用的 叫做背清 然后它呢就是可以防瘴气 这里有一个那个防瘴气的一个功能 然后每次用起来和清洗起来 也都比较的方便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呢 是这个奶瓶刷 它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设计 就是它自己可以很快速的这样转动 那么前端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 可以对奶嘴进行清洁的东西 这个是背清的 他们家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背清的一个 那个就是清洗剂吧 然后可以用来清洗奶瓶啊 奶嘴啊 然后还有它的玩具啊 那些东西 甚至它以后的食物 那个水果蔬菜 你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就是用的还比较放心 另外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奶嘴 安抚奶嘴啊 我知道有一些妈妈 然后或者老人家 就会说什么 不要给宝宝吃安抚奶嘴啊 容易就是影响它这个什么 嘴心啊 牙齿啊 那么在宝宝就是 牙齿完全长出来之前 一两岁之前呢 就我们其实用安抚奶嘴 并不会很影响宝宝的 这个就是身体健康 相反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用处 因为有的时候 小宝宝期间 尤其是就是 六到八周的宝宝 容易有一些黄昏闹啊 胀气的不舒服啊 他们去安抚自己的方法 除了你可以抱他哄他 然后跟他一些就是 说话啊唱歌啊 等等的方法以外 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吸语 就是瞬息 宝宝呢 是通过瞬息 可以打造一种安抚的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 每一次就是宝宝哭闹的时候 你实在哄不了 有的妈妈就直接给他喂奶 上来他立刻就安静了 他不一定是饿 他就是想要瞬息 瞬息可以让他自己安抚下来 那么如果你让他一旦一哭闹 然后就给他喂奶的话呢 会造成他饮食的一个混乱 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饿了 每次都只吃一点零食奶 这样子其实是对那个肠胃发展并不好的 所以安抚奶嘴很有用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给了他安抚奶嘴以后 真的一秒变清静 lifesaver 所以呢我是就是会给他用安抚奶嘴的 我个人呢 比较就是推荐的 也是我们家深深 就是最喜欢的奶嘴啦 是这个NUC NUK NUC 这个品牌的 它是一个扁头的一个形状 可能更好的贴合 他的这个口腔啊 舌头的这个位置吧 然后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一个这个 就哺乳枕 它其实是我一开始 从怀孕的时候就有在用的 睡觉的时候 它可以帮我们就是 拖住你的身体 没有这么累 夹住它 然后那在就是 喂奶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是很有用 把它就是围在你的身上 然后宝宝这样抱着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东西支撑着 不会说你在 就是没有这个哺乳枕的时候 那你要抱它太低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给抬起来 那你的手就废掉了 因为宝宝会越来越重的 好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跟宝宝的卫生相关的部分 当然新生还最最最最需要的 就是这个纸尿片 太需要了 一天要换很多很多次 那纸尿片呢 就是我们家试过的品牌 也不算特别多 我觉得就是都挺好用的 我们用过的是 好奇就huggies 然后还有babylove 然后还有这个mamiya 目前呢 就是我们已经 就是在用 一直在用这个mamiya 为什么 因为它最便宜 而且我发现它没有任何的不好用 也不会漏尿 也不会红屁屁 那红屁屁这方面 倒说的最最最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屁屁霜 我觉得我们家 真是没有红屁屁的一个大功劳 就是这个屁屁霜 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每一次换尿片 不管是只有尿 还是又有便便又有尿 都一定会用这个屁屁霜 那屁屁霜的功能 就是隔绝 让它的那个小屁屁 焦嫩的小屁屁呢 不要去受到那个尿液啊 还有粪便的一些那个 那个侵蚀 然后屁屁霜的重点 就是一定要抹厚它一点 不要心疼 就是像这个 这个sudo cream 它是那很白白的那种红状 然后我们每次都抹到 它那个小屁屁的菊花部分啊 然后周边的部分啊 都是厚厚一层 看不见的那种 然后就一次都没有 红屁屁的烦恼 那另外呢 是在就是换尿片的时候 很实用的东西 是棉柔筋 就干的棉柔筋 还有湿巾 在家的时候 大多数我们都会用 这个干的棉柔筋 然后呢 把它去湿水 然后就是自来水 然后去给它擦就可以了 然后湿巾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外出的时候 然后给它擦 手擦脸擦屁屁 也换药片的时候 都很好用 在洗澡方面呢 推荐的是这个QV的Bath Oil 因为新生儿宝宝 其实一点也不脏 然后平时洗澡的时候 也不需要用什么 特别强的去 去污的东西 我们用这个Bath Oil 可以保持它身体的 很柔软很光滑油油的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那洗完澡擦干了以后 一定要快速的去涂cream Lotion对于小宝宝来说 是不够的 就乳液太水质的 保湿力不够强 要涂这种cream状的 然后它才可以 更好地去锁水 那我们家生生呢 从出生开始 就医生就说 它是very dry skin 就很干很干 皮肤呢就容易脱皮 容易红 容易有湿疹 然后但是 在我们用过的这些cream里面呢 我现在觉得比较好用的是 QV的这一款 一开始我用的是 QV的baby宝宝的那一款 可是宝宝那一款 发现还是不够 对它来说不够滋润 所以在我们看过了 GP之后 它就给我们推荐这个 叫做QV Intensive Cream 就是full very dry skin 三个有专门说的 它会比那个普通的cream 要更加的 就是粘稠 更加的锁水 虽然它没有写是给宝宝的 但是它后面会有说 是就是 suitable for infant and elderly 所以老人小孩 婴儿都可以用 那我们家已经用了 就是不计其数的这个东西了 宝宝护理方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 喷鼻的眼水 因为小宝宝呢 它时不时呢 也会有鼻涕啊 或者鼻屎啊 或者就是鼻塞啊 不通的时候 那么可以怎么帮它去解决呢 你不可以帮它挖鼻子的 然后用棉签啊 那些东西 我偶尔也会就是小小用一下 如果它那个鼻屎 已经快到前面的时候 但绝对不能把它往里面去伸 因为会不完全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喷鼻的眼水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软化 你往它鼻子里面喷了以后呢 基本上它自己会打喷嚏也好 或者有的时候你把它给放下 让它趴在地上 然后它就 那个容易自己就会出来了 然后或者说 有些鼻屎比较硬一点 然后你把它喷了以后 它软化了 就会自己弄到前面前端 你再用这个棉绒筋啊 或者小的baby的棉签 然后在前面把它给就是弄出来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用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现在手上没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截图 就是一个那个吸鼻器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的时候 宝宝的那个鼻子里面的鼻涕太多 然后你用了这个眼水呢 它也没有自己出来 那它可能会听到它呼吸不唱 那个吸吸吸的那个鼻塞声 那这个东西就非常有用 我试过很多其他的 什么球状的去捏的啦 然后等等都不好用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乍一看觉得 好恶心哦 怎么是用嘴去吸啊 前面有一个就是 很软的硅胶的小花朵的形状 然后另外一个呢 一端呢 也是一个硅胶的软的 那个头就可以放到塞到宝宝鼻子那里 并不会戳腾它 然后你自己呢 就是用嘴巴去吸力 对那个把那个鼻涕啊 什么的给吸出来 但是它有那个阀门的那个设计 所以你是真的不会吸到 吃到的 然后它可以把那前面就是 拆卸下来 然后去洗也很方便 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是 很有用 OK第四部分要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宝宝出行 虽然0到3个月的宝宝 出门的机会相对没有那么多 但是还是要出去的 对不对 不能一直闷在家里 除了现在疫情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出行方面呢 第一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婴儿车 婴儿车呢 就是也有很多的品牌 我们家用的呢 是那个Buckaboo的一款婴儿车 那我觉得 它的那个就是减证功能 都比较好 在0到3个月一开始的时候呢 要注意宝宝是不可以坐着的 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个 那个Besonet是躺着 放在那个婴儿车上面的 我们也曾经就是 初期短途小旅行过 然后那个时候 没有给宝宝就是带上婴儿床 所以很短暂的一两天 也可以睡在那个Besonet里面 但长期不可以啊 在家里呢 还是要就是有自己的婴儿床的 书行方面呢 就是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妈妈自从有了宝宝以后啊 就是 像说女人自从有了宝宝以后 那些包包什么的 现在跟我都好像没有关系了 因为我出门都完全不想 背那些漂亮的包包 只有这个 就是diaper bag 就是妈咪包 也叫做尿度包 它就 为什么要像一个书包的样子 deck pack呢 就是这样子才比较轻松啊 就不求什么好看的 只求方便 然后那这款就是 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 就是妈咪包 你会发现其实呢 大部分的这妈咪包都大叉不叉 都是有非常多的功能和格层啊 前后啊 里面的一个小格子啊 我放这个 比如说奶嘴的地方啊 然后 旁边侧面可以放水壶啊 里面又是有好多个格层 后面也可以开 等等 妈咪包还是很实用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出门 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物推荐 它是一个便携款的尿布店 就是宝宝进去完的时候呢 那肯定也要换尿片的 因为 真的很经常换尿片 那么这个东西 就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在随时随地的去换尿布吧 打开以后 背面是防水的 宝宝躺在上面 然后也比较干净 在外面的时候 旁边的是有小口袋 是可以让你放一些尿片啊 然后一些便携款的 出门的那种 屁肥霜啊 然后还有一些cream啊 这类的东西 就非常好用 步行方面呢 还要就是推荐的是安全座椅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才能保证保的一个行车安全 那安全座椅 我们家选的是 Britax的一款 那个安全座椅 从它出生的时候 回到我们家的那个 从医院回来到家里的 这个路上 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然后最开始我们买的这个 是零到四岁 这个小家伙有一点不耐烦啊 刚才在下面玩的不耐烦 我现在把它抱上来 好 大家say hi 我们最后要介绍的呢 就是零到三个月宝宝的 这个玩乐的东西 说实话 那个阶段 它其实并不太会玩乐 它的行动很有限 而且呢 它主要的这个 就是很关注的焦点 就是人的脸 尤其是爸爸妈妈的脸 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 就是推荐的 游戏好物啊 一个呢就是这个摇领吧 那个时候它自己 并不会拿着怎么摇 它只能你递给它 它可能只会抓着 然后或者你摇给它看 但是它可以就是 帮助宝宝去刺激 它的视觉啊 听觉啊 然后它会跟着你的 这个手的动作 和这个声音的方向去走 然后 还有一款呢 就是一个 play mat 也叫做gy mat吧 就是游戏店 那对它来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不要一直抱着宝宝 要让它有自己活动的空间 尤其是需要有足够的tummy time 就是让它趴着 电梯抬头 这个对它未来的 这个翻身啊 爬啊 坐啊 甚至走啊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 就是这边的医生啊 助产室啊 然后以及母婴护士 都跟我们说 一定要就是尽量多的 给宝宝去做tummy time 就是让它趴着 然后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游戏店呢 就很有用 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刺激啊 然后有音乐啊 有光啊 还有那个 它喜欢看的东西 好了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这么多的东西了 然后之后呢 我还会出三到六个月的 宝宝必备好物 以及六到九个月的宝宝好物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 然后深深说 拜拜 好了 你要吃东西是吗 拜拜 拜拜 拜拜